主席,各位委员,有请毛部长。 请毛部长。 两位好。 部长好。 桃园龟山乡,因为道路标线的划设不合规定,导致民众受罚。 民众不服,提起上诉,最后民众胜诉。 而我们的公路总局也因此决定主动撤销, 那个同一个地点,近年来陆续开出来的五万五千张的罚单。 退款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, 并支出两百万以上的行政处理的费用。 这个造成了最大的,造成我们政府最大的数价。 基于这一点,本期特别问三个问题。 第一个问题啊,除了胜诉的民众这一张罚单以外, 额外撤销五万九千张的罚单的罚令预计是什么? 这是一个。 第二,交通事件在司法采决程序上是属于不告不理的案件。 那,胜诉的这一件以外, 几他的五万九千多个案,也一体使用。 余力主动的撤销,是否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。 这是第二点。 第三,对地方政府那样未按规定来划设标线, 而造成交通部的那么大的一个损失, 以及行政支出的部分。 是不是我们的交通部应否选途径向有关单位求赏? 三个问题。 报告委员,这个是不是请公路局来回答,说明好不好? 跟我杨委员报告,就是桃园龟山的这个案子, 它是一个邪交路口, 那它停止线的部分,当初在画设的时候, 它画了一个斜向的线,造成它外侧车道跟路口的距离。 没有错,我只问你说,五万九千个罚单, 这个整个这个撤销,罚令的意气是什么? 我跟委员报告,就是它在整个画设的过程, 后来我们事后去检讨,就是它画的这种斜向的方式是不适当的, 它必须要按路口的一个远禁, 用接地式的方式来处理。 没有明确的答案,那针对, 那个法规会的黎明慧能不能回应? 能不能回应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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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办法委员, 这个行政机关的假如说, 行政草文自己有错误的话, 依法就可以自行撤销, 这个东西当然是这样子做的。 有,这个就是你的法令预计吗? 有这个,这是惯例是吗? 对,这个在行政究计上面来讲的话,行政程序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话,就是已经有错误来讲的话,可以... 那个报告委员,是行政程序法的有规定 好,那这样做也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吗? 是是是 符合? 对对 好,那另外啊,我们的交通部是不是可以寻一个途径? 像这个地方政府有关机关啊,求赏呢? 跟委员报告,好,这个路口的停止线的划设 是我公路总局中立公务段所划设的,所以它跟地方政府的职业是没有关系的 那由我们公路总局这边来去做一个妥事的处理 所以不管怎么讲啊,在我看还是整个政府就是最大的一个输家 部长,这种桃园的乌龙罚丹的事件啊,严格讲是冰山一角 好,我们交通部如果不立刻的要求地方政府全面的检讨,这个道路警告的标线,以及这个标示的设置,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,相关这种的争议啊,只会再一次的再三的会发生,不但造成啊,公堂的浪费,也会引起啊,民燕。 所以,我们交通部应该立刻采取局局的作为,免得这样的事情啊,一再的发生 部长 是,我完全同意,完全同意 当然像这种,一旦是个案性发生,我们一定尽快处理的啊,通案性的我们也随时在检讨 那么,第二个问题啊,有许多的道路交通的采法争议啊,是由于执法的人员,采用的方式,或者取缔的过程啊,这个不合法所造成 比如说过去的,员警啊,托拍的取缔的一个方式 是,为按照合法的方式去取缔 根据,根据现行的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啊,是属于违法的行政处分 那么,我们民众啊,如刚才所说的,有潜力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,提出书院,并寻求救济 但是,但是啊,民众对于执法的方式违规的情况啊,除非这个,对执法所,所适用的一些一个法规,有一定的认识了解以外啊 那么,否则啊,我们的老百姓啊,很难替自己做适当的,啊,争取权益 而造成,我们民众跟政府在法律的诉讼上啊,造成啊,不平等 那么,又根据啊,现行道路交通管理的处罚条例啊,交通执法人员啊,是 就是一些个远警,交通的,啊,警察人员,主要是受到我们内政部及地方政府的管辖指挥 然而呢,我们交通部是这个,处罚条例这个法律的主管单位 今天,今天为了有效的,啊,落实本法的规范,这个目的啊 是不是,对相关执法人员的这个技巧方式以及训练啊,我们交通部是否啊,应该实当的去参与啊 啊,以被监督,监督指挥,也避免啊,这个在执行上啊,那超越了法律的授权 部长以为入罚 是,我想有关交通处罚条例的实际施行,除了条例本身以外,我们下面还有进一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啊 那像这些相关规定,如果有修正修订的时候,我们都会跟警政单位啊,这个交通执法单位,大家来开研讨会,开说明会啊,这个这个这个,会办,会会会会会有这些措施了 对,还补助警政署做训练啊,这些大概都是,都是会会有一些,有这些配套 交通部要,要实当的去参与,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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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好吧 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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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本身认为啊,现在的道路交通管理,去处罚相关的执法方式,应该啊,更加的明确化 啊,是有它的必要,那么我们交通部应该研究,将相关的执法规则明确的列入在这个法上面呢 是有的,以利啊,有效的执法,那符合我们民众的啊,期待 啊,这是本期所希望的,我们很希望啊,啊,能够更加的明确啊 是,是,这个目前,我们的交通事件,采决的第一,第一省的机关是,是交通事件载决所 这个专者,啊,处理交通的,罚单的一个申诉 而,办法修法以后,将回归到书院的一个程序 特别请问呢,交通部未来 交通部未来啊,是否另外要设置啊,这个处理交通 采罚书院的一个专,专者机构,以应付未来啊,可能会一大批庞大的交通,书院的案件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,啊 报委员,我们现在新修法之后啊,那它的系统上不是一个书院的系统啊 直接是那个,直接是一个行政诉讼的一个程序了 我看不是吧,你今天应该可以修了这个法以后啊,应该修了这个法以后啊,以及那个组织改造 你应该尽早地来检讨一下,这种书院的案件会越来越多 假定没有这样的一个,这个书院的人力,或者一个专,这个专,这个专者单位的话 恐怕应付不了,啊,更多的书院的案件,这样反而会影响民众的权益耶 呃,跟委员报告一下,这个说,对裁决不符是直接向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提起行政诉讼 那在这个,为了,他们创设一个重新審查机制来代替书院制度,所以原则上,裁决事件是直接到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去做处理 你不必再在另外一个单位,不必再到书院来,不必再到书院来 会吗?如果是这样的话,动不动就弄到法院,而没有我们交通单位的,这个专者单位啊 恐怕这种书院的事情会一大堆会塞车哦 因为,只要现在不到书院去啦,但是,就是在进诉讼之前哦,他会有一个,就提行诉讼之后 他,这个,裁决机关会有一个,重新审查的机制,来代替书院制度的处理 部长,这种事情可能就会发生,今天的修法应该考量到这一点 报告委员,我想这个所谓这个重新审查啊,这个机制,现在是把它法制化了 事实上,从整个工作负荷来讲,其实跟目前差不多了 我接到的报告是这样,基本上不是一个书院的制度 他,他目前这是一个行政程序,就重新审查,这是一个行政程序了 那这一个因此所造成的工作量,那他们跟我讲是,跟目前是差不多的 不是书院程序,不是书院程序 不是书院程序 会增加我们很多的一个工作负荷,但透过这程序,我们可以把一些就是,那是乌龙罚单 或者比较合理的这些的就是,那种罚单,去做一个过滤 那过滤之后,真正会去走到行政诉讼程序的这个数量 应该是有适当的一个管控跟节制 好吧,担任这种乌人案件啊,少发生 对,而且在进入这个程序的时候,民众是不需要负担经费的 谢谢 咳咳咳 好,接下来请 谢谢